临时加场弹吉他,丽玉芬秒回,我只学了27秒。 丽玉芬为此次的单曲练习了吉他,但是只学了前奏的27秒。 丽玉芬将在《白色情人节》这篇也就是3月14日推出最新单曲《早应该》, 这首单曲以纯净的吉他做主要背景音乐,在搭配上丽玉芬的轻柔嗓音,唱出《恋人间缺乏沟通》后,才发现两人间之剩遗憾跟名存亡的恋情。 歌曲MV用男人视角当镜头来呈现恋人过去美好的甜蜜回忆,及生活片段。 丽玉芬为了这支MV特地向吉他老师拜师学艺。 不过在拍摄时,因为练习不够熟练让李玉芬非常紧张,视线紧盯手中吉他的弦,导演也发现李玉芬的吉他弹得还不错, 临时加长想延长他表演吉他的画面,没想到李玉芬长到一半,突然对导演说:"导演,我只有学前奏的27秒。 工作人员听到后立刻笑歪。 李玉芬将在《白色情人节》当天推出单曲。 图多利安提供。20101803.12。